看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建设性留言、订阅及按小铃铛 以确保收到最新资讯 麻烦师傅你继续讲1995年的猪是如何 大家好, 现在讲到最后一个生肖, 就是猪 今年是来临行走的牛 遇上叢林里面的猪是1995年 1995年就是叢林里面的猪 一片寒湿, 即是很湿 生于夏季就较好些 因为夏季有火, 它会暖 所以洞中生财, 活跃多洞 只是骨骼容易扭傷 不移水上的活动 即是要多加注意 是的 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1983年的猪 是, 没错 1983年 这是在雨中奔跑的猪 在雨中走的猪 如果在夏季就有机会很多 是, 事事和顺 是 平稳前, 前进就财需多尽 膠制应酬就会点点点 股脂出会更多 是, 是 骨骼容易酸痛 在今年来说 是 如果生于冬季就要小心 如果女性就要小心护科 护科那方面的毛病 对, 没错 那也要多加注意 是 那我们现在讲1971年的猪 麻烦你, 师傅 好 1971年就是带着金属的猪 遇到泥泥的牛 生于春夏季 如果生于冬季的猪 工作就挺忙碌的 今年 小成小就, 能手能工 不贪俊也可以小成就 如果是冬季出生的 七一年 七一年的猪 如果冬季出生的 就要近亲或者自身 身体会有些小毛病 那又到另外一个 1959年的猪 是 麻烦你, 师傅 好的 1959年的猪 是田园的猪 遇上泥泥的牛 空字忙碌 如果说这句话 就只有做字 有工作 不过不算利, 不算大 是 明大于利 明大于利 生于秋冬, 以首为功 明节保身 以免職劳成疾 健康就会不太好 是 因为多加注意健康那方面 是的 现在我们又讲到另外一个 猪的年份是如何 就是1947年 谢谢师傅 接着我们讲 这个就是1947年的猪 茅屋里面的猪 在茅屋里面生活的猪 遇上泥泥的牛 生于冬季, 明节保身为常 冬季不太好 是 生于春夏半进半退 因为仍有魄力 平稳少好 但是勉强叫好 散步前程, 走动多 留意呼吸系和血气 也是要多加注意 是的… 谢谢师傅 是的… 我给你带了 我再来点一下 我也要做 这么一样 做得好 好 我给你带回来 带走 你带走 我来带走 我去带走 我来带走 我来带走 你带走